好那接下來再來看到是日本防衛省在29號公布 總計有10架中二戰機跟轟炸機在日本的周邊空域來飛行 那麼對日本示威的意圖明確 先來透過外交管道分別向周二兩國表達嚴重憂慮 南韓軍方表示29號中二時一架軍機闖入南韓的防空識別區 南韓的軍方是派出了戰機應對 這些飛機逗留了4個小時才離開 請到韓明哥 其實這已經是他第九次做這樣的事情 只是這一次他特別選在日本海 然後一路到東海這樣一個範圍 那他的亮點就是他有轟6N 他最新型的這樣一個轟炸機出動 那他之前其實還有出過空中預警機什麼東西的 那等於他跟中俄之間 其實你可以發現就是第一個 他跟俄羅斯之間的聯合越來越緊密 那這個對日本來講絕對不是好消息 其實一個俄羅斯就已經夠讓日本頭痛 然後現在美國因為拜登的250政策呢 現在把中俄整個推在一起 那推在一起之後日本的壓力就更大 然後在日本壓力更大的同時 美國其實是在做後撤部署 他把他現在主要軍力開始往關島這邊 甚至更遠的地方去撤 等於把前線的重責大任全部都交給日本 我覺得日本頭會非常非常昏了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中俄為什麼要這樣子一直緊密的在進行這樣演訊 當然一方面加強彼此之間的軍事合作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告訴日本跟美國 就是我們兩個合起來 你確定你一定擋得住嗎 而且我們是敢做什麼事情 你看中俄最近除了之前有繞日本的 在他們日本本周跟北海道之間的海域 然後直接穿梭繞日本一周之外 然後最遠已經到阿拉斯加 接近阿拉斯加的方向去 然後呢現在又一路從日本海 一路演訓到東海這個範圍 所以其實他們在幹什麼你知道 表示以後這一塊地方 從阿拉斯加一路延伸到 東海這一塊的範圍 抱歉以後你就會常常看到我 這邊就是中俄聯合的軍事勢力範圍 那你美國打算要用什麼東西來應對 叫加拿大偶爾拍一艘船來嗎 叫德英法偶爾拍一艘軍艦過來嗎 請問一下有什麼用 你是久久只能來一艘軍艦來一艘船 能夠對中俄造成什麼樣的壓力 那以後他們這樣的演訓 可能會變成常態化 那請問一下日本投訴會更痛 那美國你要怎麼樣去協助日本 對抗這樣的態勢 所以我覺得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對自己的自信心越來越強烈 他不斷的在展現 他新的軍事武器跟科技力量 也不斷的展現 他是有長途奔襲的作戰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種種的新局面 恐怕都會讓美國會重新開始思索 他對中俄之間的戰略 到底要做出怎麼樣的調整 才有辦法應付這個新的局面 是齒語形交講題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也提到了 這個轟6N轟炸機 那麼這首次出現在中俄聯合空中巡航 是大陸空中走出去 戰略邁出重要一步 那在轟6N部分最大特色就是 可以空中授遊 配合空中架游機 可以降落補給 增加轟炸機的續航里程跟時間 此前呢中俄的巡航最遠 已經抵達了白令海 這一次有轟6N的加入 代表在大陸部分 自主遠航能力又邁步 大陸軍事專家 終於是透露了這個中俄九次的空中政略型號 不變的一點就是不針對第三方 符合國際法還有國際世界 我覺得這是日本跟韓國 在製作多情 這個轟6N出來根本就不是針對你 日本跟韓國的 他是針對美國的 因為如果說是對日本或韓國來講的話 他大概用轟6K就足夠了 他不需要用到轟6N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K跟N這兩個日 雖然只日母上面差一個 但是他代表的含義差很大 N代表什麼呢 就是空中加油 那空中加油 轟炸機空中加油意義大不大 我跟你講很嚴重啊 為什麼代表他的作戰半徑 可以飛到很遠 他今天來講的話 可以在日本海這裡飛 那我問你上次這個轟6K是飛哪裡 是飛到白令海 北極海 那如果說轟6N也是飛到北極海 跟這個或者是說白令海峽來講的話 我跟你講那美國就跳腳了 為什麼如果說是他飛到北極海 他作戰半徑可以飛到那邊去 甚至於他回來的話 因為空中加油 他的作戰里程來講的話 可以高達7500公里 然後他所攜帶的所謂 英級21的導彈射程是1500公里 加起來將近有8000多公里以上射程 也就是說如果說是所攜帶的是 核子導彈來講的話可以轟炸美國本土的每一個地方 所以他空中加油的重要的戰略含義 在他可以攻擊用核子彈攻擊你美國的所有本土所有地方 這是他最大意義展現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說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如果說是解放軍已經有陸基型的東風系列這種導彈 我們上次看到有東風31對不對 已經打了1萬多公里遠 打到這個美國的這種太平洋的東岸 那為什麼還需要有轟流N這種飛機 我跟你講那是因為有一句話叫做收發自如 因為導彈來講第一個很貴 第二個你打出去以後如果說是我只是嚇你而已 但是我打出去以後我就收不回來了你知道 就是說這個導彈你看這個東風31射出去以後 然後我真的要設出去避免雙方誤解 那時候東風31在射之前還跟美國打聲招呼 說你不要誤會喔 我明天要試射一顆導彈喔 這個你不要誤會不會打到你美國本土 然後之後美國還很那個唾面至乾 這次中國表現得很好 有事先跟我們打招呼 避免雙方誤解產生誤會 跟我們打招呼這種情形很好 那美國有沒有跟日本講沒有 所以說你如果說是用陸基型的導彈來做這種戰略規則來講的話 其實是這個比較費工啦 你必須要跟對方講一下避免這個誤會避免誤解 同時你這個導彈射出去 那你如果中間你這個覺得我達到我嚇阻目的了 那你必須要自爆 你不能讓這個飛彈自己再飛回來 可是轟6M就不一樣了 它是這個我們所謂的三位打擊的一體 就是三位打擊就是潛艦可以發射核戰略導彈嘛 然後陸基型還有空基型 空軍來講的話 在這種導彈它的這種 這個運用的彈性就比較大 我可以飛出去 我根本美國跟你不打招呼 我飛到這邊繞一圈以後我再飛回來 你美國你自己拿望遠鏡看一下 這架飛機底下帶的那顆是什麼東西 你自己看 我不需要先跟你打招呼 然後我想回來的時候就回來 達到威責的效果 然後費用上面也可以節省很多 因為一顆導彈來講你射擊出去 那可能幾百萬美元 那如果說戰機飛一趟 大概優先來講 那相對會省很多 可是戰略威責的意味來講的話 不比東風31導彈 或甚至於東風41導彈 這個試射的效果要 威責的效力來講要差 可能甚至於還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日本跟韓國 雖然在那邊跳腳在那邊抗議 可是我特別要說明 就是這個日本跟韓國 你們也自己太製作多情 這架飛機絕對不會是針對你們來的 不是針對你們來的 對不會是針對你們來的 就是我們台灣也不必在那邊製作多情 這架飛機也不會是針對我們台灣來的 就像是我們前一陣子在討論 東風17啊 東風26啊 什麼東西的 我們不必製作 這個福建號航母啊 我們台灣不必製作多情 這種大家伙這種大東西 都是對美國的 除外航空產的很多東西 也不是針對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不必在那邊製作多情 拿履體絲在那邊開刀 我覺得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他這個日本跟韓國這次來講的話 轟流恩 我覺得最大的含義 在他可以空中加油 就軍事來講 可以空中加油 可以飛得遠 所以一吋強 這個一吋長一吋強 他能夠飛得遠 代表他的攻擊能力會更大 可以攻擊的目標更遠更多 所以這個是轟流恩 最大的意義在這邊 當然我特別要強調一點 這個未來來講的話 解放軍來講 光靠轟流恩 還是不足以威責美國的 他必須要有轟二十的出現 那轟二十來講 因為他有隱身穿透性 可以穿過美國的防空火網 來講他穿透性比較佳 你轟流恩 畢竟來講的話 雷達上面還是看得到 你飛行的距離來講 還是要遭受到 有可能美軍的這種軍艦的攔截 或者是說他戰機的攔截 可能性還是比較高 所以我相信轟六恩 這次來講的話 對於解放軍來講 還只是一個過渡時期 當他轟二十 正式的量產服役之前 那這段時間過渡期的 空中戰略的核威者來講 必須要控轟六恩 那在期待著轟二十出來以後 可能這個轟六恩 大概慢慢就會走入歷史了 所以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轟二十什麼時候能夠出來 那解放軍還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那到後來我們再繼續觀察吧 那我相信他未來的目標 還是轟二十 轟六恩大概只是這段時間過渡時期 所使用的一種這種空中轟炸的一個平台而已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額外賣